男子表情痛苦坐在地上 因为实在太痛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等待消防队员现场用绷带 将他把受伤部位固定 抬上担架 到救护车上时血压还很低 原来男子是花莲美轮工业区 一间大理石厂工人 7号上午工作时 要将石板吊挂到工作平台 因为两块大石板粘柱 后方重达250公斤的石板 瞬间倒下 把男子当场压住 动弹不得 你有看到他的重工还好吗 我可以压到 刚刚好这一钓石板 刚好都粘柱的 他没有注意就是 昼夜的时候被这一钓 结果了 现在到医院去看 我们现场有给养治疗 给生理实验室注射 稳定患者生命真相 男子被压住后 一旁同事紧紧用钓具 将石板钓起来 将他救出 男子意识清楚 但呼吸困难 胸部和左后方背部都受伤 索性松衣后 并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刘几娇 曹娇人华联报导